手游酷玩 护甲打煤 然后再进行爆头 需要用泪姜枪穿过僵尸的大脑 这样的话才可以完成本次的任务 如果你是为了 去做这个现身任务的话 我推荐你去第一章完成 那样的话会相对简单一些 因为僵尸猎手的探测时间 刷新的比较快 如果你全天都在游玩的话差不多 每过半小时就可以来游玩一次 那么金币以及收益都会增加了很多 如果是每天游玩一回的话 那么收益将会大大减少 这的话最后一个僵尸在这 希望是圣诞老人僵尸啊 漂亮果然是圣诞老人 把他的狼打掉 然后再击中他的本体漂亮 而且还是爆头击中 因为现在我们就需要 第一章的沼泽黄僵尸 以及第三章的小鬼圣诞老人 也是我们升级的必需品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酷玩 这六只僵尸已经全部抓取 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的话还是特特拉武器 扔出大脑 等待僵尸露头 这个是滑雪版僵尸 他的能力的话就是利用滑雪版 这个的话跟第二章的冲楞版 是差不多的 不过感觉跑得很快 其实第三章最难查的就是这个 这个戴耳机的绿色僵尸 它会扔出雪球来干扰我们 所以说看到它如果是没有护甲的话 还好办 如果这个僵尸一旦穿起护甲 这个不管是木甲还是铁甲 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需要我们用更强大的武器来消灭它 例如特斯拉武器或者是用猎疆网一网三抓都是没问题的 这的话是两个僵尸 咱们看一下 诶 普通僵尸 这就没什么难度啊 全部抓取 好的 本关也是一次完美的收获 而且僵尸金牌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系列 之前的金牌已经全部奖励完成 现在的话可以去第一章观看一下 第一章需要裂博黄色僵尸若干 那么继续出战 上来直接把蝙蝠给它打掉 因为这个家伙会 害我们进行前进的比较慢啊 诶 它的话要跑 你想跑得了吗 这个锤子僵尸 扔完锤子就没有能力了 就是一只被打羔羊 好的 三极力将枪两次就可以击穿 满装甲的锤子僵尸 而这边的普通僵尸更没有什么还手能力 一枪就可以搞定 那么这个位置还剩最后三个僵尸 诶 这个小鬼没什么用啊 诶 锤子没有扔到 特斯拉武器看看能不能打到它 漂亮 特斯拉 直接电掉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选择用特斯拉武器或者是雷将枪 那么僵尸也是全部获取 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户玩 我们会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僵尸猎手的精彩瞬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来自行为 比赛 本期视频